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经过时间的洗刹也没有反应 连加了息也没有反应 即是无论加和减都好像在动了 加就没有反应了 减我就没办法了 对了 佛力就是人们对美元的需求到了平頸 但是有个说法 好像欧洲比较鷹派 但是老美那边就好像加到尽 所以有些人直接猜 会不会以后真的假设欧洲鷹派继续 那这个美汇指数会喜欢你让我下沉呢 会搞到 那现在没得升 合理是等跌的 哈哈哈哈 不过这个欧洲鷹派 为什么这么英呢 是不是经济真的很好呢 通胀和 读太多书了 我认为你打仗当然是高的 你玩什么 你加上会夹死那些民众 都不知道什么道理 读太多了 这个美国债券的息口 就升了一点点 就升了一点点 这也没变 其实这个动力都很严重 就是它的美汇指数和10年债息 好像点了月那样 那你见10年仔3.4多呢 那就是说 很多人都预计这个 都是加到现在都完了 就是今次 包公的加息的行动 会后的态度 都是一如市场预期的意思 无欲 所以令到A军都 recall起 新宅王真是有了道 应该是Inside打来的 那真是对 四里真是令到绝 好了 那这个油价呢 去到70元 跌了不少 比上个星期 近78了 我记得 是不是 跌了十多个percent 这个情况呢 就是 我估计是因为 这个银行倒闭的问题 因为上次跌了六十多元 都是银行倒闭 导致的油价 如果可以记得 那今个星期呢 这个银行又出事了 大家都知道是否才是美国的 所以 油价就是 都要向下沉 正常反应 大家都觉得 周身都不行了 已经 这个情况就是 预计银行会出事 即市场 预计 对 相反 金真的爆洩 是 几十 即19多 回到来 好像是50元都有 上次是198多 上个星期 看 一爆 回到来 很明显 我们说过 买金的逻辑是什么 买金的逻辑 天下大乱 是啊 你又不相信 美国的金融制度 你就买金了 没错 对 而美国的大户 亦都没有空 行出手来 和你做空的黄金 周身都不行了 这个更加是 这个比特币 没什么看 但跟开就跟 这个日圆 你要留意 这个星期 是跌了一折的 这个星期 是跌了 也有 一两个两% 差不多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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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殖人 竟然说过 就说 有些情况之下 会加息 之前都没有说过 其实这个跌的意思 其实是日月升值 是的 是的 对 所以 一美元 就对少了日元 所以 相对 美元来说 日元是升值了 对 因为 殖人说的 虽然合情合理 但是 都在那些人的意料之外 我似乎 当然了 他之前才认为衰仔 之前又说 没有什么迫切性 没有什么需要 要加息 或者收紧 自己说的 那些钱 好了 这个S&P500 终于都跌了 跌1.6% 但是 老实说 他都应该抵跌了 现在 连油价都这样 扯下去了 市场都预期 将来的经济 非常之一般 是的 但是 它也跌得太少了 是 是 就让你走 浪主 大哥 本来一直都说 他没有理由不跌 或者跌得太少 之前也没有理由 那我们就升丁屎 那么多 那就没什么 但是我们拜托 跌多少都跌了 之前没有眼看 很神奇 好了 不过希望 这个 中国的当局 说要重股 重股 那些国企的价值 那些资产 不知道是不是 会有帮助 资产 重股 因为太过低残 很多股份都希望 那个活动 可以提振 那些 价钱 价值 那些什么 那些 什么市值管理 那些 一听以为是做市 是的 我们的股票 是太过低残 但是手法 都是倾向学术 你将价值反映 你不如就 引钱车下去 不要说那么多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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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呢 看看这个联储局 联储局呢 它对上个星期 就是呢 我说 就减多100亿 差不多 减多90亿 就是继续 縮一些表 但是呢 这个上个星期 都很大劲 今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星期的故事 你就知道多大的事情 嗯 嗯 那昨天呢 包公开会 那他呢 就说 通胀前景 展望 他觉得 通胀减得太慢 那现在减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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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点多 是不是 但是今个月 油价升了那么多了 这个5月 4月呢 油价升了那么多 又不知道有什么警方 下之后公布的那个CPI 那所以他说呢 应该搞不了息 啊 英文案通胀 那样 不过呢 这些估计都是这样的啦 都是一般估计呢 就加上今次息 然后点回两个月 点回两个月 然后看一下什么环境 如果真是呢 一如我们估计啊 衰起上来的话呢 哎呀已经有大行开始呢 就是预期啊 他将会是调转的 最夹的那个啊 已经说 喂 7月可能要减息啊 是啊 对啊 好像上个星期也有说 那这个呢 他就用控通胀的逻辑去看 减不了息 但是我们呢 就以平息银行危机的角度来说 就一定要减息 其实我们的逻辑是这样的 就不是因为控通胀 通胀都不理的 其实我们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再看下去吧 记住啊 其实呢 学术上呢 联储局呢 就说是 maximum output price steady 但是现实操纵呢 已经是被股市骑劫了 简单点说一句呢 就是看市 股市 都不看市场 你们能否找到食 因为呢 他们在背后的金柱呢 是大过一般市民的权益的 是啊 对啊 对啊 是这样的情形 他都不想的了 就是以后减息 对不对 那美国民主党的十个议员 觉得都不对路了 哎呀 就向鲍威尔施压 要他呢 不要再加息了 这样 这样 这个 他们又不知道 拿来领工了 因为我们都 質疑 或者跟你提过 议息的结果 其实一早通天了 已经 这十个议员呢 议息之前那天 才发过信 出来 摆明是领工而已 是的 都已经收到封 是会停止加息了 接着就说 你看看 我成功 令到这个联储的加息 哇 真是 知道了结局之后 就出来摆位 成功停加息了 他们放声 是吧 要停一停 这个tweet 还有一个新闻 他们都发现不对路 他们发现呢 财政部就说 他们会明年 就做一个 政府买债计划 你留意一下 买债计划 搞什么 自己出债自己买回 这么有型啊 那就是QE 说这么多话 哎呀 说这么多话 真的两个字明白了 那这个是联储局自己说的 根据这个铁文 那你要留意 这个一定要QE 因为这些银行倒閉 是因为流通性问题 但是呢 除了流通性问题 因为买了的长债 跌了十多到三十多百分不等 那如果呢 太多人去银行那里提款呢 而银行又拿不到钱呢 它就迫着呢 用这个市价出售 那些跌了十多天 和几十percent的政府债券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啊 那银行就立刻串底了 就立刻串底了 就立刻串 那好了 那你如果说政府买债计划 用市价买啊 你觉得帮不帮到银行啊 用市价买回都ok的嘛 究竟是不ok的呢 他那些十年三十年 那些输了十多和三十多percent 那怎么办呢 你用市价买 他都不 你那些债券用市价去买 那要用historical cost 买他们才行啊 没错啦 一定要把原价 原价向他们收回才行啊 那呢 只有两样东西 要么这个特位计划呢 就以成本回收了 以前卖了100元呢 现在100元 和你收回 尽管这个市价只剩85元 都会给你100元的了 只有这个方法 是不是 或者先减息咯 那联储局先减息债券 那些息一路跌 一路升 一路升到没有市的水平 那就没问题咯 嗯 那看这个款 都应该先减息咯 如果是这样 是啊 如果先减息咯 而政府买呢 那纳税人就不用出钱 刚才 那如果85元市价 政府降生100元买呢 那15元就是纳税人出咯 你觉得行不行啊 哈哈哈 老实说 以前都已经发生过 这么多too big to fair 现在还这样特意收钱 你怎么进去呢 让银行里 那些市民斩你也有份啊 所以呢 所以呢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像是减息先 等下两者相距不要太大了 for example 是不是都要一块钱买的 那现在跌到85元 当然是样子 但是你如果说 哎呀 跌到95元 那买起上来 都很噁心的嘛 是啊 是啊 应该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暗示来的 其实呢 就将会是 减息的 那如果明年开始buy bank呢 今年下半年 真的要开始减息了 嗯 这个呢 你要看回 好了 再加上是什么 再加上你看这个survey 这个朋友做的survey 他发现呢 有一半的美国人 觉得存款在银行上 非常之危险 一半啊 是啊 那些小银行就死了 因为那些一半人 一draw一块钱 就全部去大银行 那些小银行呢 那些小银行呢 直接是 那些都没有挖沙了 那些全部 是啊 这个本台早就跟你预言了 那个个都捉钱了 对 好多 跟何况是什么呢 我们之前说过 你打算用美加息 加到5厘 是不是 你做存款 都要有几厘利息 那些银行saving 都仍然给0.4厘 才令到这个app 比余额保有机可乘 是啊 是啊 我们上次的appl 有机会 他搞类似 内地银行保的方案 是啊 对了 所以呢 那这些民众 是不是都没有息了 那他唯有去大银行 是麻烦一点 是开车远一点 唯有是这样 但是 我们又跟你说了 西银行有这个问题 但是 难道大银行又没事了 什么A君 除非这样 大银行去到 Too big to fail的日子 但是 就好像这个政策 不是很支持Too big to fail 那他又怎么自救呢 大银行 大银行是没得救的 因为大银行一定有很多国债 所以如果大银行面对小银行 跟同样的处境 他一定会爆的 确实 一定会爆的 记住 今次危机是疯狂加息出来的 所以疯狂加息 就只是关于你那个银行的 组织 就不关于你大小的事 总之你那个银行组织 有这么一样的组织 在国债里面 你的命运都跟这个SVB差不多 是 说得很对 那你就要看回我们上个星期 有答发新闻 记得那一刻 就是灯神的调查报告 是说 SVB的管理层 和中央银行负责任 负责任就说 是 那当然是什么 好了 那摩通 就传将会收购FRB的资产 和承担存款 事源 FRB在包公说 宣布加息之后 就好像差不多同一时间 就被FDIC接管了 嗯 那这个呢 那这个有什么意味呢 那这个呢 之前想着去到 签名银行 是不是就完了 那这个FIRST REPUBLIC BANG 都救不了 是吧 大家都给了300亿 都救不了 老实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 FIRST REPUBLIC BANG 是能够救的 A君经常说一句 当你在家里看到有一只蟑螂的时候 你合理的预期 是应该有一只蟑螂的 更何况当时 这个SVV出来后 大家都主重了FRB 那一家银行 一家银行被人主重了 主重了 其实就是 没有事都变成大事 因为一抽走了钱的时候 那时 区一家银行只要全胡大量抽了钱 是没有一家银行可以可以顶得住的 更何况他在于生死边缘 连贷款也开始成问题的时候怎么办 是的 听说有个不臭米气的 Rating Agency 说要降低评级 那怎么办呢 不过别人也没办法 我们之前介绍过 SVB 也说 长期的政府债券亏损太多 虽然会计不用反映出来 但是亏损是事实 理得你会计的表达是什么 实质真的跌了这么多钱 所以 计完之后就资不抵责 那当然是什么 人家当然要讲评级了 接着听说有个bidding 有一个拿来拍卖 FGIC最后买了给摩通 摩通的 Jamie Dimon 说银行搞得如何 但是也有这个comment 就是说 那你太大了 你买了别人 如果你记得我们报道过摩通 他在2021年的9月 说自己无端端存了5000亿 不知道你记得 是啊 等收购 等买东西 这是第一筆了 应该是第一筆了吧 那我就骂到便宜货 为什么呢 因为银行倒闭接近尾声 这样 不知道各位觉得是不是 但是呢 你觉得是不是A君 我觉得尾声看来尾巴有多长 不过肯定一样东西 好像刚才A君所说 当你在家里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 你合理预期是有一斗蟑螂的 所以呢 可能真的是尾声 不过呢 尾巴也挺有力的 还可以发发声 是啊 我们要说回上一集的标题 我们上一集呢 就质疑了 FRB是顶不住的 是不是 但是阿爷没钱救他 那呢 想着他不知道怎么办 谁知道他用了这些资料 他就卖给其他银行 街救他 是啊 原来就是小魔救他 这样而已 是的 那他出了这些资料 就搞定了FRB 没错没错 而且收购的话 存款方面的保障 就没有大改变 在市场上 其实都挺好评语的 挺好评语的 即是怎样呢 换句话 这个方案都可以接受到 起码商不了全户这样 哦 你以全户角度来说 就是FRB的交易 对不对 没错没错 的确是OK的 但是呢 你以FRB的股东 和优先股股东来说 你就真是GG了 哈哈哈哈 他就被人摸一摸手 就是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被FDIC 接管了不知一两天 好像很快 几天 接着呢 就是出去 出售 而听说 原先的股东 和优先股东 听说的股东 是清零的 哦 这样也可以 见过鬼怕黑 是的 因为这个逻辑 就是他在银行 已经知道 股东 就抵债了 FDIC接了你 是不是 有人买 有人新了 股东已经输了 这样的意思 嗯 这个呢 都可以说 算中算 就是这样的 总之买回来 那一匹都不知道是什么 是的 那这个呢 你分主动和被动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了 你以为被动 现在是街传的故事 那间银行不行 有摩通去收购它 那如果你幻想这个故事 是主动的呢 那有没有可能 啊 啊 细摩想炸了这间银行很久了 那把人沽空一下那些股票 就是说 继续 可以扔掉它 是不是这样呢 那就是这样 这件事呢 被卖出的那个 就应该 就不是主动 不过 买人那个 就可能有些事情 做了是很主动的 这个是有 这个阴谋 因为他准备了五千亿 没错 没错 那 Demon这样说 那是不是呢 那是不是代表银行倒闭就 已经完呢 是不是 因为他买了东西了 是不是因为这样呢 我们要再看一下才行 那美国财政部 唯有 一个匹匹的决定 他的思想 是不是 那行梯是很健全的 唯有是这样跟你说 美国的官员越说 我越害怕 他们都是灯神政府 在做事的灯神 哈哈哈哈 这样呢 是的 那他们就 说没事 那 McCarrie 就说 美国经济衰退 预期会严重的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 那他还会看 股市会倒闭 但是股市人家不知多硬正 一出乎意料感那么实际 老实说 是这一刻硬正 我始终都相信 是春季大反兔之后 他老美就先大反兔 是啊 你说起这个春季大反兔 好像快要立下了 是不是 我们节目出街的时候 是已经立下了 哈哈哈哈 是啊 那这个 阿扎·劳斯基的春季大反 反兔 我就没有了 是啊 因为他知道一反兔就会反兔 那怎么办呢 你留意一下 刚才我们就展示了这个 这个 这样的 报道 又说联储局 明年 就去买国债了 那就是不行了 那 这宗报道一出来 差不多 几个小时后 那克里布林东就有 着火了 嗯 是啊 有无人机把他撞进去 那你说 譬如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那我们是阴谋论 这个我都告诉你了 那其实春季大反兔的逻辑呢 都是想一些资金恐慌 由欧洲撤出的 是不是 没错 没错 要恐慌就要打祸金 是啊 所以 由于习南司机就好像 拼力那样 这个春季大奋公 怎么都 聚不了气 对不对 都出不了权力 聚不了气 所以呢 他就唯有 就逼普京做一些过激的行为 就怎么呢 不如找人借他 那样的意思了 这宗A军呢 就有这个 隐谋论 就是见到习南司机 远远地 甚至乎 打完电话 去和中央去聊天 最初A军呢 都想着 他和中央聊天 是不是老美的盘算之一 姑且不理一下 是不是盘算 但是出到来 这个远远地的感觉 就令人更加觉得 可以套落习南司机身上 于是乎 有很多 磅了水的 这条戏不锅 结果是怎样呢 就是说 The show must go on 说了春季大反逃 怎样都要反一次逃出来 但是你扎南司机又不肯 于是乎 有人 就找到俄罗B 里面 一些反政府分子 接着 就拿一些武器 给他 叫大家做一场大戏 让俄罗B 不能够不出手 那一只 当然 A君又要强调那一句 方骚人机的 只是一个演员 背后有人自编自道 不过找人去演 因为自己演出 被人抓到很麻烦 随时被人宣战 核弹都可以吃 所以在这裏扮不知道 但其实就找自己提供武器 给自己的男人去做事 目的是要等俄罗B和乌丁丁 继续上轎打下去 是的 有人就不服 总之就是 資金額也是要去老美 但是 看了 美匯指数 一开始和你报道 完全没有东西看 那就是驱港的失败 这个经济师 回到这里 这个经济师 就是说 老美为了控通奖 今次股市倒下 都不会出手 不像以前那样 那既然经济就很差 那你们很久了 他的说法就是这样 但是我总是觉得他的论据 就是不足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加息 政府就要给高的利息 那条件是你给得起的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 其实是 这个加息很难是长期维持 在老美现在的财政结构之下 高息或者加息 不能够长期维持 而且你要留意 其实呢 是有一定要印銀子 買美债的原因的 那我们下一集就说 为什么一定是有这样的情况 基本上 其实他没得选择的 那似乎这个 这个经济师 只是想了书本的逻辑 和看了历史 实际的操作 他都没想到 好了 那这个今天 新鲜滚热 那大哥 那昨天 刚刚呢 摩通就吃到咬咬你了 都不知道是不是 咬咬你了 跟着呢 FIRST HORIZON 原本想着沽盘 沽给加拿大的 怎料加拿大的银行呢 就看着看着 他的数据可能 发觉不对路 都是不买了 那样 大佬 哎呀 真是可憐 真是真是 賣等都被人嫌弃臭 真是 哎呀 这样 真是全神的 哈哈哈 好啦 所以你要留意 那就是什么意思 那就是说 现在呢 FIRST Republic之后呢 到FIRST HORIZON 像F字头 那样 都说 賣等 F字头 是啊 接着 PAT WEST BANCOG 周围找人投资 又PAT又WEST 哎呀 接着Western Alliance 西联 西联 哎呀 又跌61 你看看 那些三间 正在排队 见不见 其实呢 我们很久之前 都弄了个表 都是显示 那样还说 瑞讯之后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一路数 就FRB 以至 还有几间 都在排队 都说 其实呢 那时候 我们已经预期说 当你在家里 见到一只蟑螂 其实呢 你应该合理预期 是有一斗蟑螂的 还有一样东西 记住 大家都是 求贺就是求贺过关 经营银行 都是过了关就输 但是呢 去到一些 这么大围的情况之下 其实怎么防 都是没得防 结果是怎样呢 大家看着同一份卷 做同一批 做同一批 的卷 卷 叫我这样 大家都错同一件事 所以 一塌 就是大家一起 大家乐 对 对 还有 这个问题要解决 一定要减息 首先 你想停 大家没事 停 怎么解决 就是 美国的债券价钱 要升回去了 怎么办 就是联储局 对 这样呢 就是 要减息 看看市场的人 会不会冲进来买 如果市场的人 不冲进来买 就联储局出手 买回 QE 一定要这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说停 在这个 息口这样的环境之下 基本上就没可能 就是我能够告诉你 这件事 对 你唯一的方法 就真的 只是有些息口回落 但是 刚才那句 你一是税人去买债 那你才是息口回落 一是自己买债 但是 看现在老美的缺款 都是要吃自己多的了 是的 而另外 Pack West 也有很多些细节 这个 就是说 这间银行 就是 卖资产 要是卖自己 卖新 是不是 好像卖等的 好像 近日近日的资产都买 那 有人就是说 对他那个 洛杉矶 的银行家 对他那个 融资组合 有点兴趣 这样 Pack West 说自己的现金 和可用 流通现金 是仍然稳健 什么意思啊 还有超过未投保的存款 那这个有些诚意啊 超过未投保的存款 真的假的 那 如果这个人说的话 应该OK的 这个人说的话 但是呢 你有钱一件事啊 你是资不抵责 可以同时是资不抵责的 其实 你可以是有钱 还是有钱 但是你是不是照得住 这些耐性 先 那 你应是 你应是可以的 如果他这么说 是啊 他这么说 你应是可以的 但是照不得住自己的 cash flow 那就不知道了 是啊 对啊 这个照不照得住 其他债主 除了存款之外 那就不敢包了 因为 liability 其实是长远一点的东西 长远一点都是 用贵度去计算 但是呢 cash flow 是今天有cash 就今天有cash 这一秒有cash 这一秒有cash 你有多厚家底都好 都是跟你说 现在能不能拿到 没有钱出来找数 我才知道有多厚家底 更何况 你家底又不厚 是啊 他这么说 你已经没事了 不过呢 现金足够了 也不会拿太多现金 依然有些政府债券 在账户上 输到他穿洞 这两件事没有冲突 可以同时发生 就是说 人行可以有足够的现金 而同一时间穿洞 资不抵债 都是会出现的 股神的搭档 蒙格就说 他担心那些写字流 写字流的情况 惡犯 借贪惡犯 他说 银行危机惡犯 他都担心的 记得了 去年 我们都已经报道过 其实已经有 基金出事 在REIT那方面 爆完REIT之后 小型银行也爆炸 大家集中回到小型银行 对眼睛 其实REIT那里从来没有好过 对了 即是那些 房地产上托基金 BlackRock那些 对延岛的问题 都是继续的 好了 由于很多 你看到刚才 每个银行都跌了六成的股票 那美国官员据报 就评估银行股 被人执法 是不是有人恶劫沽空 沽空有恶意的吗 不敢于赚钱 沽空应该是没有善意的 就是不涉及情绪 对了 记住 沽空是不涉及情绪 没有恶意 没有善意 只是想你死 是的 如果你照 这个 刚才那间 什么东西 他这样形容自己 现今的情况 应该就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没有继对的情况 那我们的老友 马云 他去东京大学做客座教授 他始终不知道 还是吃日本的水 是的 不过算不算吃香港的水 他在香港大学也有做 没错 没错 是的 那他转变来得很快 日本四月的制造业 仍然是收缩 但收缩慢了 日本好像很严重 是的 很多方面 A军前一段时间 接触过一些 和日本算账 发现去年 日本印出来的债券 甚至有一期 是全部自己买回 陰工 就是自己政府买回 没错 央行买回政府的债券 陰工 并没有人买回 是零 那当然 没有息 有机会加息就跌 找鬼光顺 是的 是的 而我就是 五一 上过北上 游览一下 是不是 我发现 街上的车 多了很多电动车 很明显 很明显 平治 和日本的车 少了很多 在街上 你也有上去 我四三平上去 你五一上去 你也上去 是的 很明显 这个问题 是的 而且A军在街上 都数了 数了 数了 其实有很多 王朝 即是 朝代车 即是 比亚 那些 是的 真的 真的多 真的多 甚至乎 一看 就好像 日本的 你要预计 一些 premium 多少 多少 甚至近一球 那些 才有人理会 我们旅行 坐的车 要贵一点 舒服一点 才可以 好像那个 市场 都很明显 逐渐逐渐 去回我们中央的车 甚至乎 老实说 现在中央的车 看上去 真的挺帅的 是的 其实是漂亮的 这个 我也要这样 看看 市场的 替代速度 非常之快 想象不到 那么快 就替代了 是的 当然 现在 你不要说是日本车 甚至乎 Tesla 都开始地位 比亚比亚迪 动摇到 所以你说其他日本车 那些 喂 你又没有 卖不到社会责任 银子又不见得好 别人 兼且 一看上去 差不多 那当然是买回自己油 你又没有特别型 是的 比亚迪的车是又漂亮又便宜的 这个的确是事实 YES 因为直田和南 他说 嗯 我们身处就是直南 是不是 身处亚洲 经济下行风险 就没有那么高 但是如果你 亚洲的国家的目的 是服务欧美 或者韓国和日本 那些出口的数字 非常糟糕 很明显 是不是 因为没有钱 哎呀 不过有个方法 就 那个 说法 就可能 惊吓少少 但是呢 日本那时候 口号是这样的 怎样呢 带咩咩共荣圈 就可以了 哦 对 对 不过今次带咩咩共荣圈 那头不是你日本 哈哈 是啊 是啊 中央市场 这个瑞銀吞了瑞信之后 都觉得不太好 只是一身伪 当然是觉得 于是他就说 合并完成之后 想把瑞信的业务上市 业务就是现任主管 这个Andre 这个Andre继续组 这个人其实是财富主管 是什么意思呢 他想把他一个私人银行 上市讨厌的业务 简单说 是 是 还有 A军更加是觉得 不怀好意 就是 我吃了一串 接着呢 有些 好吃点的 就先吞下肚子 哇 大哥 有一部门随时被人告 哈哈哈哈 那你再去上市 你不要拖我一盆书 哈哈 那一个好一点的角度来想 那就是说 都不知道哪个好一点 就是说你其实瑞信一生都是屎 是 就不想背那么多 那唯一跟别人表达是很干净 有钱赚的 就只有这一份 于是他就撤出来买了 就是希望可以补到一个坑 就是这样 可能另一个角度就是这样 所以由于要表达他是那个业务 都依然保持之前那么强劲 那个私人银行 所以就迫着要拿回之前的主管过来 那意思 就是为前一样 跟市场讲 那这个老板回去回炒呢 那他的package就用了 因为那些人相信他 所以才能上市 你不明白 哦 所以他这个package就用了 这个5次回去 可能多了10倍的人工 全球 这个呢 这样 但是呢 我们看回 虽然这些金价升了不少 但是原来 你知不知道 全球黄金的需求 反而是跌了的 咦 这个真是鼓励不了 加上原来的需求是跌了 咦 那就是换句话 会不会其他的需求跌得更加厉害呢 咦 这个真是 所以 这个供求 就是 这个供求 不是这么简单的 肯定 可不可以这么说 没错 还是是不是有人放金出来呢 是有的 就是 是 就是 放金出来 对 是的 因为呢 这里所说的需求 就真的实质出现过的 但是呢 有些信心那方面呢 就是预期的 可能呢 实质上就好像B君所说 有人放紧 但是呢 那些人还是预期升的 是 是 那有时候有人放紧 咦 因为如果你看好黄金 你可以买期货 其实是吧 人家都难倒 是吧 嗯嗯 如果你学得 我们很害怕 人家出事 那就拿金条 是不是这么说 你只拿金条 是的 但是呢 这个呢 全球黄金需求 是说实金的 没错 其实就未必跟那些 投资这么大关系 那这个真是 明显那些 那呢 这个报道 你详细地看一下 其实是这个 各国央行 买很多金 和中国消费者都买很多 就这么说 那谁沽呢 那不是谁沽 其他人没沽的 其他人呢 是欧洲的金钱和金币 的购买量下降 那样说 那印度人的下降 那些需求下降 就不是说没有人买 你要看到分别 嗯 你买少了而已 那印度那里好像都挺不行的 印度买少了金 还有欧洲的人买少了金 是代表 当地的经济应该是一样的 那些人呢 都没什么余量去买金条 应该是这样的 我估计 嗯 嗯 是啊 好了 接着 薩默斯有很多东西说 这个人 前财长 银行业力基金那么大严 债务上限 还不错 这么说 哈哈哈哈 这些我很同意 出事的时候 最糟糕是他 不是开玩笑 其实我们现在 这样的运作 都是假设他一定会过得到 是 是 其实全世界都是预计他过得到的 对 如果他过不了 就真的知道 这个这么有经验的前财长 竟然说是 哈 债务上限 更加之难 更加之大件事 那这个我们再看一下了 如果他说更加令人担忧 就分另一层面 就是 银行危机虽然大 但是大不过国债 所以其实爆起来 国债是可以很坚的 不过A君的补充就是 国债就看死在老美的官员的控制 或者议会的控制 大家都不会被他爆 所以 几率低 但是尺寸大 相对 银行危机 跟国债比 银行危机都可以很大 但跟国债比 就没那么大 但是呢 几率高 这个是对的 这个呢 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 一计回weight probability的话 就好像债务上限大了 因为尺寸太大 这个是对的 这个呢 今天说到这里了 是啊 说了这么多 三个说 那当然是银行危机都没过 没错 美国银行危机都没过 上个星期 我们都说了阿爺没钱救你 想不到就找 Demon 找细摩的Demon出手相救 这些资料 是不是 出了这个瑞信的资料 是不是 那 而另外呢 就是呢 这个问题怎么可以解决呢 银行危机呢 唯一出路就是减息 没错 唯一出路 减息 令到债券价钱 令到长债价钱 彈升上去 那些银行才能过渡到的 但是呢 而且呢 也有风声呢 就是说呢 老美明年会买回自己的债券 来有个报道 这么说 那这个呢 我们本台都多次地说 是顶不住 必须要QE 的了 我们一早已经说了 那至于如何更加之多的逻辑 跟你说 一定会QE 我们下一集再说 还有呢 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东西呢 在大半年前呢 我们说 下半年有机会QE 有机会减息 有不少人都说 是不是这么快啊 含含声的去啊 这个呢 我们真的要回答 港理台呢 真是很早 就已经将这个危机 说了出来 所以真是 有港理台 没有窮人 这集说到这么长 拜拜